今天開放公務員開放資料Lesson2的情況 那要講一下今天處理的主要是 有接到系統的相關的開放資料 有沒有一些可以改變的資料 希望可以把今天文件化 那今天呢就很感謝 就是Lesson2的文件有大致上的產生 那我們今天採取的方式大概就是訪問了 像居民、容利、威斯蒂、健鴻、米塑瓦等等 我們就在前面設一個小桌 然後一個一個一個進行訪談 然後把訪談內容整理成一下文件 那快速的讓貨 那這次的文件拉分三塊 第一塊就是政府的系統 如果他要串開放資料的時候 需要注意的地方 然後第二塊就是不一定是串開放資料 但是政府的系統標案 未來可以留意的地方 然後最後第三個就是整體策略 然後快速的講過 那第二塊是串開放資料的部分 大概就列出了五個秘訣 那我們大概寫法來就像這樣 就限個說明 然後未來會得出的建議要怎麼寫 然後實務上操作上可以注意的事情 然後第一個是容易提供的 就是資料庫轉開放資料的時候 就是像規格書上面要特別記得 就是如果是要串開放資料的時候 有些就是可以標註一些字句 那實務上建議的話 還蠻技術性的東西 就是C庫如果要轉CSE的話 可能要先確認 就目前像像Oracle他們這些系統裡面 資料庫面可不可以梳理痘點 那如果可以處理的話那很好 那如果不能處理的話就改用TEL 那如果以上節費的話 就寧願釋出C庫的檔案 也不要硬轉CSE問題會更大 那就是第一個建議 然後第二個部分就是 大家應該都可以知道 就是盡量都要做固定網址 那中間有特別的建議 副提出來說 建議每一行都可以有自己的URI 然後建議這個URI的識別代碼 跟URI的網址 經常是同樣的說明 當然這個比我們很遙遠的目標 哈哈哈哈 謝謝 開心了 然後第三個秘訣 就是這個部分是 訪問了幾位之後 重複提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其實對政府單位來說 最重要的其實是應該定義清楚單位 因為這件事情只有政府自己可以做 那Jimmy給了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說像什麼收容的相關資料 把每個縣市的欄位其實都不一樣 那這是明天自己去把格式統一 這這不是中央應該要做的事情嗎 好啦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 schema這件事情定義欄位 這個是應該是政府在做 所有系統之前就應該先做的 那實務上有給一些建議是說 理論上應該就變成是 中央要找出各縣市一起來討論這件事情 那中央訂出一個欄位之後 一定要有個機資 是地方政府如果新的需求的時候 可以B-Five回去給中央 建立一個新的同意的欄位表 然後這個是中央你說 超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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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事情 就是有些基礎的資料是說 應該要優先來進行 就是每個部位其實都有些基礎重要資料 會被重複大家一起用到 例如像內政部的村里代碼 經濟部的公司代碼 然後衛服部可能會有醫院代碼 政風部可能有各道路代碼 就是其他資料都會用到的 那建議這些東西應該要想辦法 把它代碼化 而且要開放資料化 那這個幫助會很大 然後第五個部分的話就是定理上 不管是秘訣三、秘訣四的這些碼碼 或規格的時候 大家要盡量參考國際規格來做銜接 那上面是跟開放資料相關的 然後再來是單純系統標案的話 有些交接事項啊 目前其實很多都沒有寫進來 大家自己看看 然後一個比較有趣的東西 就是我有注意到 就是目前政府單位的採購啊 據說目前是可以四行九格的評審 但是目前全部都找Domain Knowledge的 例如長照的GIS 就是只會找長照名譽的人 不會懂GIS的人 大概就像這樣的狀況 那所以我們就大概討論一下 建議說未來的專業評審組成 其實這種系統案應該要三類 第一個是已經既有了Domain的人 然後第二個要懂資訊架構的人 第三個是懂Open Data的人 就要穿Open Data的話 那假如說這是有民眾 要給民眾專使用的話 應該要必備UiUXa的專家 那最後整體策略的部分的話就是 其實像澳洲啊 一些其他國家 他們會在採購法裡面 你要做一種 直接就寫進會優先 考量Open Source的軟體 那就是就是跟新舊廠商 在閒記的時候有關的詳情 大家可以在看HAPP 那也感謝就是大家 都在上面提供一些資料 好那 就特別像這個是Dreamy有提供的 就是澳洲針對 就是在採購法裡面有直接訂定 那有一個隱藏版的 還沒有整體進來 是說只能晃一表中給他看 就是好 Instagram話有一個專訪 他不能看了 就是因為他的 他今天幫他做的這 主要是跟他在新北市 當萬人替代議的時候 所設計的開放1999的東西 但這個系統還沒有上線 那等系統上線之後 可能看一看有什麼東西 是比較沒有 比較不敏感的 所以我會再把他在自己 這份文件裡面 好 以上 好 謝謝Pandy 每秒300字的書